各位五安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和大家探討的主題是 證券市場的概覽和職業前景 相信各位來到這個博覽會 都是對金融奉會業有些興趣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講座 就讓大家認識這行的未來發展 今天講座主要的摘要分為五點 第一樣會探討到證券業現在正在調整 還是在衰退 第二是香港證券市場的未來會怎樣 第三是證券業對人財需求的轉變 第四是從業員面對市場的新方向 最後如果在座合大學畢業 到畢業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 證券業本身是在調整還是衰退 如果大家看今年一月的情況 市場也會開始慢慢復甦 但是依然有很多宏觀經濟的情況是影響著我們的證券業 我們會以這五點去看看到底證券業正在調整還是在衰退 在宏觀的情況來說,很多國家正在進行一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 大家都看到,美國由2018年到2011年到現在實施了QE1到QE4,釋出了數以萬計的美元 另外歐盟或者還錢也是大量的銀子 日本最近這一月也宣佈無限量的量化寬鬆,希望做到百分之二的通脹 另外美國財政懸崖,大家都知道剛剛在今年的元旦才解決了 通過了納稅人的緩稅方案,暫時先指了賀 但是因為美國的財政部已經觸及了債務的上限 如果在今年二月底至三月初還未提高上限的話 財政部是不會有錢用的,大家也聽過 曾經有提及過,美國煮一枚幾萬億美金的白金貨幣去撐著 所以大家應該在二月底至三月初,也可能看到市場會有些調整 第三,當然歐債的危機依然存在 因為大家都知道歐洲人是很崇尚生活的品味 所以叫他們突然間勤力做事還債 當然不可以立即短期的事情 最後,中國受累者 如果全世界,美國、日本或者歐元區 都是受到他們債項的問題影響 中國在全世界一個大的出口國的時候 它的增長一定是被迫放緩的 第五,日本在三月一地震之後 經濟開始復收 但是有一個小島和中國在做一些軍事的對峙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打仗 但這也影響大家彼此鄰國的關係 在經濟上確實會影響大家互相的發展 以上的情況,到底會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當然是銀幣多了 銀幣多了,不是大家的袋子裡的銀幣多了 是全球銀行的銀幣多了 全球銀行的銀幣多了會有什麼情況 讀過經濟也知道,商品價格一定會上升 因為無限的銀幣追求一些有限的商品的時候 一定會形成高通脹 如果大家在2008年開始 又買黃金,基本上已經賺一倍了 黃金的價格已經在這五年裡已經升了一倍了 另外,銀幣多了 利率一定是長期壓低 但是長期壓低是否代表大家去銀行借錢容易了呢? 不是的,因為借貸成本這麼低 銀行反而是不想借錢的 因為如果它用一個低息借給你,然後你沒有錢還 其實它虧了那個本金就會更加大 大件事 所以大家留意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利率是低,但是銀行借貸是傾向保守的 第二就是信用風險上升 信用風險上升主要是歐洲國家 大家都信不過了,你今時間會不會借錢給希臘呢? 你都擔心它沒有錢還的 但是如果是幾年前,你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的 連國家都有信用風險的問題 那私人企業在借貸方面很困難 現在大家在坊間都可能聽到 大陸的企業要兩分息、三分息才借到錢 那借錢困難,金融企業也是去槓桿化 為什麼金融企業會去槓桿化呢? 正正就是2008年雷曼兄弟 因為它的槓桿是30倍以上 所以如果它的資產價格下跌30% 它基本上整間公司的資本就沒有了 結果就真的沒有了 金融企業有見及此 所以近期它都不會借貸得太高 以免資產價格的下降而導致自己倒閉 也是因為雷曼兄弟引發出一些監管的情況 雷曼兄弟領導監管的團體 即SCC、香港證監管 大家都聽過Mini Bonds的事件 對銀行或其他投資機構 銷售的投資產品進入嚴厲的監管 另外亦發生了JP Morgan的London Wells的事件 大銀行洗黑錢 以及Libro的集體操控事件 我相信這幾年 將會有大大小小的新條例 以及新智人會出籠 就是希望將這些市場上的問題慢慢解決 那面對這麼嚴重的情況 大家近期都聽到 一些百年的老業都開始執立 包括Order、H&V 非常幸運H&V人買 而日本大家聽過 家裡都正在用 Sharp、Panasonic、Sony 即是年年虧即時大錢 那些是益擊聲的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大家都看過 很多報紙上都分析過 這類企業 為何會走落衰敗的原因 但是全球都一起衰敗 不是 大家看到Google、Facebook 依然都發展得不錯 這個就是說 現在的虛擬經濟的一些經營者 在趕著實體經濟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互聯網現在廣泛應用 大家現在 就是我們叫做 狹頭族 就是逛逛逛街都要看著手機 那這些消費模式 轉型的時候 那些百年老店 因為他們本身 第一 就是不去改變的結果 或者改變得太慢的結果 而成為一個犧牲者 另外他們看不到 現在產品的週期很短 大家拿著iPhone 用多幾個月 人家都會笑你老套 所以 產品週期 比以前是短很多的 所以如果訂單 譬如你做一部相機出來 他打算賣幾年的 就沒可能的事 可能賣幾個月 已經沒人買了 同樣 證券月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 我們現在證券月 有幾個情況正在做 現在加減成是四息 那加是什麼呢 就是成本增加 大家都知道租金貴 人工貴 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那減 今個月就好一點 就是成交少少少 但是始終來講 trend都是在成交減少 那成呢 就乘機裁員 即是大家如果在2012年 看新聞 每個月都有些大行 裁減 據統計 2012年 全球金融企業 總共裁了 是數以十萬計的職位 即是代表 在金融服務業裡面 有幾十萬個人是沒得混 那除了 那除了 那除救營生 這一招剛剛國泰在用 那就是說 將一些舊人 除了 然後請回一些便宜的新人 那這些很多 就是大家已知那些發鈔銀行 都在做這件事 那實際上 就是有些實際數字看 那證監 證監 證監會也是發佈了幾件事 那證券公司大家知道 分層三組 A組 即是頭那14名 OK 即是成交最大那14個 B組就是第15名至到65名的證券商 OK C組就是65名以外的證券商 簡單來說就是大中小 OK 那A組呢 在2012年上半年 OK 那獲利總共20億 OK 那而B組和C組呢 就是在虧錢 OK 那這個呢 大家如留意 OK 這個是一個總數來的 那當然中間 有些券商是賺錢的 OK 包括我們一通集團 OK 那所以呢 如果實際上 如果將虧錢的公司 加起來的虧損呢 應該會比證監出的數字更大 那我們也都看到 OK 那其實呢 B組的經驗環境是最惡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 相對於2011年下半年的數字呢 它是由營轉規的 OK 即是說 中型證券行 OK 它面對的困難 或者面對營運的情況 是困難 反而C組呢 其實它是少了 OK 那麼 所以我們都提供的數字 就是2012年 OK 總共有13間證券公司 停資營業 OK 現在跟同業合併 它是台資的 OK 那麼今年1月呢 已經有3間是停資營業的了 OK 看來停資營業的情況 都是 開始加速 這個呢就是過往10年 證券市場的成交額的變化 OK 那麼2017年 我想大家在座都在享受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的興奮 OK 它是歷史高位 OK 那麼全年的總成交 是21.5萬億的 OK 那麼當時是最高 也是歷史高位 OK 那麼去到去年 OK 去年全力 如果相比起上一年 即201年 都還是跌22% OK 那麼我們做捐商 我都希望今年會好些 OK 而相對於歷史的高位 就跌了38% OK 就是代表沒有了三分之一的成交 OK 那麼 而證券公司的佣金呢 還有利息的總收入 大家可以看到 OK 利息其實佔證券公司 的樣貌是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比例 OK 那麼在2017年 的樣貌是四分之一 OK 而去到2012年 OK 大家可以看到 跌幅是65%的 OK 所以大家 不要以為市場跌了30% OK 那個佣金收入是相對的 其實不相對的 而利息呢 反而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去到2011年 利息佔的總收入來說 是已經去到三分之一的 OK 就是由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OK 所以證券公司呢 亦都開始 依靠利息的收入 OK 那到底我們可否走出困局呢 OK 那今天大家看報紙 都要看到 有些十萬佣金的經紀 又出現了 OK 那只要市場成家高 OK 那基本上我們都是 問題不大 OK 不過呢 其實有幾個數字 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留意 佣金的跌幅是比市場成交跌幅更大 OK 即市場跌了38% 但佣金跌了65% OK 最主要就是有三個原因 OK 第一就是 2002年 我們最低佣金取消了 OK 第二 大家現在去買股票 你都不會打電話的 OK 打電話人家都會說你肚子 OK 通常都是上網 或者打電話 打電話 OK 第三 我們 類似一通 我們的證券 折扣經濟經驗模式 在2008年 就可以退出 OK 大家看到現在幾萬一單而已 OK 另外 同行競爭激烈 就是越演越來 OK 第一 就是中資的證券商 不斷加入 例如剛才那間海通 他都是收購了一個港資的 證券 證券行家 現在又是香港市場 第二 銀行 就是採取減免和免傭在搶客 OK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影響 我們證券公司的發展 OK 好了 如果是證券公司老闆 OK 或者是 如果你是一些 說得事的員工 應該怎麼處理 第一 當然你要降低營運成本 OK 你不可以不斷增加營運成本 而希望市升 OK 第二 也要提升員工的效率 OK 如果員工 OK 他一個人可以照顧50個客 OK 可不可以讓他照顧100個客 OK 第三 最重要的是 開批其他投資產品和服務 OK 就是很多證券行 OK 他們只是提供證券買賣 那為什麼不做期貨 或者期權呢 或者做其他的market 或者其他產品的服務 OK OK 那第四 OK 重視自己品牌打造 OK 因為很多以前的證券行業 其實 客戶不知道證券商是叫什麼名字 只是知道AE叫什麼名字 OK 但現在我們都會開始重視品牌打造 最後當然要尋找一些大陸的商機 OK 這個也是要靠香港政府 要走多一步 好 同時海通的同業 OK 也都講到市場未來 OK 香港市場未來 OK 主要是受幾個因素的影響 第一就是港交所 會怎麼做 OK 第二是證監會怎麼做 第三就是大陸會怎麼做 那港交所在今年的月中 OK 就是這個月中 OK 就出了它那三年 即這三年會發生的戰略即是規劃 其實四大點而已 OK 第一就是吸引內地和海外公司上市 OK 第二就是拓展人民幣的投資產品 第三就是推出股票衍生產品和定息產品 第四就是靠這個LME 剛剛收購回來的大玩具 OK 進軍這個商品市場 那其實頭那三樣東西都是 舊平舊走 OK 不是舊平身就是舊平舊走 OK 其實連都可以這麼說 OK 然後第四個 OK 進軍這個商品市場 OK 那現在大計有了 那細則就未出 OK 最主要就是到底香港證券業 或者證券公司 在這個交易所 進軍這個商品市場上 OK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幫助 OK 但是港交所當然不是說一帆風順 OK 近期大家看的報紙多 OK 都知道 OK 廣告所面對很多挑戰 OK 首先 OK 那它所有的新動向 都要引致這些華資細行的抗衡 OK 就是 廣告手說要做些什麼 或者推出些什麼市場 OK 最近期之夜市 OK OK 很多細行都會出來反對 抗爭 或者是 OK 將它政治化 OK 第二呢 全球交易所合併的潮流 OK 那港交所收購LME 都是其中 迎合這個潮流的一個行動 但是 其他美國的交易所 或者歐洲的交易所 都是在這個合併潮流 一邊擴大自己的份額 就是 簡單來講 它會開立另一個平台 另外呢 去爭取香港生意 都不奇怪 那這些是港交所 一定面對挑戰的 那第三呢 就是 OK 那你拿這麼多中資公司來上市 OK 那這些企業管治的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 那港交所當然不會派人 上去深圳 上去大陸 去查一些公司 到一些數 或者那塊地 是不是真的存在 或者那些樹林 是不是真的存在 OK 那這些企業管治的問題 只會無人無知的 OK 那第四 就是黑池交易 和離岸交易的競爭 剛才也說過 OK 其他交易所呢 也都會是來搶香港生意 OK 那這些離岸交易 和黑池交易 也都會在 即未來影響香港的 即交易的份額 那當然面對挑戰 競爭的時候 OK 交易所的收費呢 就只是維持或者下調 OK 那不可能加價 因為一加價就自然 OK 很多成交都到新加坡 或者其他 即美國的行家裡 OK 那最後呢 新的產品在短期內 未能夠帶來顯著的收入 OK 那這個 這個當然 OK 即是新的產品都需要時間 去給這個市場接納 那證監會呢 近期也出了很多指引 OK 去加強監管 OK 那最Hot的現在就是 OK 洗黑錢的指引 OK 即是大家聽到很多大陸銀行 其實都有洗黑錢 OK 即是 當然 洗黑錢的程度也都看到 最近有一宗法例的案件 OK 就是一個普通的 OK 由大陸下來的移民可以 即是洗了百多億的港幣 OK 那第二 也出了這個監管場外衍生工具市場 OK 那最大影響的其中就是監管這個上市的保持人 OK 那就是說所有有問題或錯誤的一些陳述 OK 是有刑事責任的 OK 那最後呢 OK 就正監會在做一個諮詢的就是監管這個電子交易 OK 那這些正監在監管方面 OK 在做事了 那跟大陸市場的 那就是連繫 OK 那大家這些都是每天的看報紙都看到的 OK 第一就是 就是內地企業在數量和成交額一路增加 OK 就是大家手上如果有股票的話 很多時候都可能是中資股 OK OK 那第二 那香港如果沒得做的時候 那當然 將會業務開始畢移 OK 就是上大陸去掘金 OK 第三 人民幣和相關的產品將會慢慢推出 OK 那第四 那些QFIR Q QDI 或者RQFIR 這些投資會慢慢擴大 OK 那最後我們當然最希望就是大陸的市場 繼續持續開放 OK 就是開放的程度就始終比較慢 OK 好了 那一些將會在今年或者以後這幾年裡面會出現的一些情況 OK 那跟之前 就是之前的三個方向都不同 OK 第一高頻交易的市場會開始 OK 大家高頻交易聽到一些好像很遙遠的 就是美國的事情 OK 那實際上呢 香港交易所 它在將軍路的數據中心已經是開始營運了 OK 那它就會OK 就是說會令到高頻交易這件事在市場上會不斷地出現 OK 那第二 OK 交易時場都會繼續延長 OK 那交易所呢 其實是一個好像營運火車的公司 就是說條路軌就是這麼長就這麼長 OK 那你要賺多些錢 就是開密一點 就像現在地鐵宣傳說 那些車開密了 因為你一條路軌 你怎麼可以賺多錢 就開密一點 OK 那交易所如果要賺錢 OK 那這樣也會開長一點 OK 那第三 細行的合併和淘汰 OK 這個是會做得慢 但OK 都會發生的 OK 第四 電資交易渠道成為一個主流 OK 就是大家以後都是拿一部電話 就可以買股票 OK 那這樣的變化 證券業 對人才需求什麼轉變 那如果你們去傳統證券行 OK 那你看到很多AE 就是電話 報價機 那些我們叫客戶經紀 那些我們叫客戶經紀 就是去找客 那些 跟證券行擦涌 OK 那一個客戶經紀 如果多些客戶的 就可以有多些耳隔能力 OK 那客戶經紀是有些問題 OK 第一 就是他離職的時候 會令到客戶流失 因為客戶是跟他 而不是跟行 而客戶對證券行的忠誠度低 剛才都說的 很多客戶都是認AE 不認行的 OK 那客戶經紀 近來有些違規的行為 就是說 拿了一些客戶的股票去炒 或者是偷了一些客戶的錢 那些客戶經紀的違規行為 OK 那第四就是 客戶經紀限制了證券行的發展 為什麼會限制呢 因為每個客戶經紀 都要有一張桌 一張椅子 有電話 有個螢幕 OK 那如果你的證券行要不斷請客戶經紀的時候 那怎麼辦 他要不斷搬更大的辦公室 當然證券行不可以經常搬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擴大自己的營運 其實客戶經紀本身來說 是限制了證券行的發展 OK 那最後延長交易時間 其實不理客戶經紀的模式 為什麼呢 因為AE不會坐在這裡 就是20小時跟你聽電話 電腦就可以20小時跟你接本 OK 但是AE不會坐 那AE也會怕客戶流失的 OK 所以大家為什麼看到 為什麼那些中小型的經紀行 會這麼反對這個奇之夜市的推出 OK 那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那個期貨的客戶經紀 晚上聽不到電話 那迫著要公司找人幫他聽 那公司找人幫他聽 那公司找人幫他聽 那客戶就變成公司客 那自然他的客戶就流失了給公司 OK 那這些一定是既得利益者 OK 為什麼會有作出這個行為 相對 那現在新興的 OK 或者已經興了很久了 其實都是網上證券行 現在一直這樣出現 OK 那我們做網上證券行 第一 我們會取消客戶經紀的職位 OK 我們在我們公司 不會有AE的 OK 但是我們都有人Serve客 OK 我們就會用客戶服務員去代替 OK 就是他們不是規定要Serve 某邊的客戶 另外我們都會強化公司的品牌 OK 就是大家認得我們的公司 而不是認得我們某個客戶服務員 OK 還有要增加客戶的忠誠度 那當然 網上證券行 OK 其中一個就是24室樓落盤 OK 也是適應港交所未來發展 OK 那客戶經紀和客戶服務員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 如果大家轉型的時候 或者是 找工作的時候 有什麼分別呢 OK 那客戶經紀呢 因為你要找客 你一定要有人物關係 你年紀當然會大一點 OK 那客戶服務員 就不需要找客 就適合一些年輕的人 OK 那客戶經紀 OK 就好像一些高級餐廳 OK 你要掌握每一個客戶有不同的要求 OK 那客戶服務員 OK 只是提供我們一些標準的服務 而已 那傳統證券行現在處理交易是怎樣處理的 OK 第一 他們依然在用電話來做溝通工具 那如果你要找 我是找客戶經紀 OK 那你就打電話去找他 OK 你不會用WhatsApp去找他 OK 那客戶經紀就會將客戶的資料 輸入他們公司的交易系統 OK 那有些證券行還要經過盤房的交易員去處理 OK 那他們的交易系統通常都是第三方提供的 OK 那我們做網上的證券行 OK 那我們的客戶主要是電腦和一些智能手機 是直接落盤的 OK 即是不需要再通過客戶經紀 OK 那類似我們這些證券行 我們都會自設交易系統 即是本身我們自己是去寫我們的交易系統 即是不會再假數第三者 OK 那我們都不會再請這個盤房交易員 盤房交易員 即是英文俗稱的DNA OK 即是說AE如果要落盤的時候 如果他不懂得用這個交易系統的時候 他就會叫DNA OK OK 那自然OK 我們公司也是OK 也是需要聘請一些電腦的技術人員 OK 以前的證券行可能電腦的技術人員 只是OK 即是幫他穿下部機 OK 那現在我們真的要請成識員 或者一些系統的員 或者一些數據的管理員 OK 那其他方面有些甚麼轉變 OK 那延長交易時間 OK 這個是不是都正在來的 那一定會增加輪班的職位 那現在強監管呢 令到OK Compliance 即是合規的職員 那數目一定會上升 OK 就是越來越多監管 那自然就一定OK 要上升 那有中國的金融經驗人才 一定需求恩賜的 OK 即是說OK 如果你大陸 有捕客 或者是 做那些金融的一些工作 OK 那自然在香港一定會吃香些些 那要提升你們的專業資格 OK 就不是再捕客就是萬能的 OK 即是說你們本身都OK 對金融服務 或者金融的知識方面 一定要提升 那增長方面呢 就很有趣 OK 大家有看到 日本都已經出了一本 叫做M型社會 中層的職位呢 的增長呢 是會 少於低查職位的 那為甚麼中層會減掉呢 OK 那我想最近大家 如果有看報紙 也有說過 美國很多中層的職位 是一去不返的 OK 那現在也是一去電腦 其實電腦出現 是取代了很多職位 OK 因為以前呢 上司需要下達命令的時候 可能會告訴經理 OK 怎樣做 然後經理下達主任 OK 那現在一個電腦呢 你一次過可以 發給五十個 或者五百個同事都可以 OK 所以中層職位呢 那個增長的情況 是很渺茫的 OK 那最後 OK 兼職員工的比例提高 OK 以前一向金融服務員 很少請兼職的 OK 但因為我們的形式的改變 即一些營運的模式的改變 我們可以容納到一些 兼職員工的參與 OK 好了 那如果現在正在做證券業 那為甚麼要面對市場的新方向呢 OK 第一 你當然要考取一些專業資格 例如CFA CFP 或者其他 就是FRM 這些資格 就是增加你的市值 OK 第二就是熟悉法例規則和指引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你不熟 OK 那將來你走錯一步 都可能會被證監告 OK 那要學習新的投資產品 OK 那現在講商品投資 OK 那到底商品大家熟多少呢 OK 商品都有價格週期 OK 那最後當然 我們面對大陸 當然要有流利的普通話 要懂 OK 那也要適應工作環境的改變 OK 就可能老闆要求你輪班工作 OK 例如出夜市 可能你有幾天上午 有幾天下午 有幾天下午 有幾天上午 有幾天上午 而且也是以電郵 現在不會出Memo 通常要電郵作為主要溝通了解 即使我們一通 我們serve 其實大部分 我們都要用電郵服務的客戶 OK 那最後可能要回內地工作 OK 即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打工仔 OK 老闆叫他什麼叫什麼 他不肯 那我說 那老闆會怎樣 就請另一個人去做一些事情 那那個人一做他熟 那自然就是你的工作就被他搶了 OK 所以有很多時候大家一定要知道 OK 即是工作環境改變 你是阻止不到的 OK 你只是怎樣去適應 那如果你是剛剛畢業的 OK 有些什麼機遇 我們證券行業的招聘對象 一定開始年輕化了 即不是以前請AE 一定要請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OK 有客人才請 OK 那為什麼呢 第一 當然降低勞工成功是一件事 OK 第二 因為年輕人比較熟電腦 或者手提電話操作 OK 另外 OK 我們在內部培訓方面也越來越有效 OK 還有最後當然低層職位其實是比較多 就是剛才都說過 中層職位越來越少 低層職位越來越多 OK 但是我們請人也都面對幾個困難 第一 就是很多不熱心 面試準備不足 大家要注意 OK 第二 應對能力比較弱 可能他們 就是 在社會方面那個資歷比較淺 OK 第三 金融戰士很缺乏 OK 這個我想大家在面試之前要準備充足 最後就是缺乏一些投資經驗 其實香港 你18歲已經開戶可以炒股票 OK 但是你去到大學畢業 你都未曾接觸過金融產品 然後跟著就想做這一行 OK 那就比較困難一點 OK 最後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 進入這個證券業的一些建議 OK 第一 就多點留意一下財經新聞 OK 遇到一些金融的專有名詞 可以上網找解釋 OK 圍機 或者八度 他都OK OK 第三 OK 早點考LE Paperone OK 如果你想做證券 包括HSSR的課程 OK 最後 因為業內的兼職機會增加 就希望你在讀書的時候 OK 就做多點兼職 OK 充滿一下自己 OK 今天就這麼多 謝謝